HAPPY STARS HERE 我们Cube Burger创立于2013 至今每天有20万人在吃Cube Burger的早餐 我们运用安心食材提供消费者健康的早餐 导入数位科技优化消费者体验 致力提供快速品质安全的早餐 创造每天第一个美好 青年级的我所观察到 台湾的经济体是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 而整个世界的一个价值都在于品牌的手里 就餐饮而言 在我踏入这一行以前 我所观察到全世界前25名的连锁品牌 基本上都在美国身上 直到最近这10年 开始有加拿大的Tim Holden 中国大陆的海底捞 以及菲律宾的Jennyby快乐风 也要上了全球前25个品牌 所以我深信 以台湾这么优秀的一个工业基础 制造业的一个基础 一定能够成为国际的一个品牌 Cubec的愿景就是深耕台湾 布局全球 我们自力打造一个 可以让全世界都可以享用的一个餐点 我想大声地告诉世界 这么好吃的早餐 来自一座东方美丽的岛屿叫台湾 我在打造品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中小企业最珍贵的就是资源 企业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而品牌就像一座冰山 能够服在海面上的一个冰山 其实底下有一个更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 那在于作与品牌 就是每投入十块钱 才会得到一块钱的消费者一个认同 但还没有达到品牌的转捩点 其实每一分钱都非常的珍贵 我们最怕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透过品牌要飞 我们可以知道 品牌的打造是有一定的基础 在你有限的资源跟有限的预算 你应该透过学习品牌的一个架构 把你的资源投放到最珍贵的 最有效益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觉得做品牌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有资源 而且是有限的资源 但你不晓得要投入到哪一个地方 我非常感谢台湾经济研究院 举办了这个品牌要飞的计划 Q-Worker不是只有参与一次 我们透过了品牌blending 跟雇主品牌的一个计划 也做了CI的一个改造 整个就是三期的一个计划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如何蜕变的 而参与这个计划的过程中 除了有讲师 有产业的一个专家 还有很多同样跟我在品牌路上的partner 一起在努力 所以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计划 去看到自己的缺点 也可以去放大自己的优点 那在集结有限的预算 去往自己的优点走 然后弥补自己的一个缺点 信念造就一生 如果你想跟我一样 把好的理念跟好的产品 有一个品牌永续发展的一个架构 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做四点的建议 第一个我们必须打造学习性的组织 第二个要拥护品牌的一个愿景跟使命 第三个做品牌一定要有系统的思维 包括系统的SOP 系统的预算 系统品牌发展的规划 短中长期都需要有 最后在品牌的路上 你一定要自我超越 勇往直前 不断为自己跟品牌创造新的理程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